為了原住民的權益 法律輔助基金會推出原住民檢警 偵訊律師陪同服務專案 也就是部分犯罪類型 只要是具有原住民身份的 第一次接受檢警偵訊時 法福就會派律師陪同偵訊 這項專案也從七月十五號 到十月十五號來試辦 現在三個月試辦日期已經結束了 法福說警方採取消極抵制心態 配合醫院並不高 所以專案成效不如預期 讓法福行有餘而力不足 其實還有部分的警局的主管 或者說派出所的誰 根本不知道這個專案 那我也覺得說 這個對原住民的 他們的一個法律上權益 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影響 警局能夠在這一方面 能夠去多加強 這些警員的一些法律的素養 律師其實會去提醒 也會去說明這些被告 或者說這些證人小朋友 或者說原住民 他們的一些法律上權益 其實對警員來辦案 其實都是有幫助 不是來妨礙警員來辦案 全台有九十一個縣市警察局 開始事辦這項專案 其中就有新北市新店分局表示 目前都很清楚這項專案 不過就是因為案件數量少 如果有原住民案件 一定會告知法福 目前法福的提供檢警案件量統計顯示 八月份的原住民案件有兩件 九月份十九件少之又少 警方也強調並沒有採取被動的態度來處理 而法福表示原住民檢警徵訊律師陪同服務專案的三個月事辦 日期已經超過了 目前正在等候董事會的研議是否在繼續專案 來保障原住民族人法律上的權益 接下來我們要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